上期视频给大家说了PS2023版的Neural Filters神经滤镜库的超强功能 但是升级了2023的朋友说 点击滤镜,Neural Filters是灰色的 根本点不开 今天就来说一下如何解决 Neural Filters滤镜的各种操作是在Adobe服务器上运行 再返回到本地 所以必须要登陆Adobe账号才可以 点击帮助,登陆,就可以打开登陆界面 如果没有账号,点击创建账户就可以 特别说明一下,即便不是正版 登陆了Adobe账号,也不耽误你软件正常使用 如果你是在单位电脑使用 但是没有购买收权,不建议登陆账号 在PS中登陆账号之后 再点击滤镜,Neural Filters就可以打开了 但是会发现每个功能后面有一个小云朵 需要我们下载功能包才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我们直接点击下载,会没有反应,不能下载 所以我们只能使用神经滤镜的离线安装包 我们先关闭PS,下载离线升级包 想要离线升级包,可以在评论区回复PS 我会把PS2023版安装包加神经滤镜的离线包提供给大家 解压离线升级包,找到PHSP文件夹 然后打开C盘,用户或users 再进入你的用户名文件夹或是超级管理员文件夹 下面的APPDATA APPDATA文件夹系统是默认隐藏的 点击顶部查看勾选隐藏的项目 就可以显示APPDATA 然后进入Roaming,Adobe,UXP,PlotateStorage 把PHSP文件夹拖入,会复制文件并提示替换 点击替换就可以了 再打开PS,点击滤镜,Lerial Filters就可以点开了 小云朵也没有了,所有功能都已经安装好 需要哪一个,点击开启就可以使用 我用黑白老照片测试 先使用照片恢复功能变清晰 再用着色功能变成彩色 前后对比一下,是不是效果特别惊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觉对你有帮助,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